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退休是每个女人的第二个青春 凌结第二个青春就不能虚度 因为有自由的时间支配 有拓展兴趣的可能 也可以实现年轻时候不能实现的梦想 所以一些五六十岁的退休女人 本以为退休之后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可以去旅游,可以去帮子女带孩子 可以和三五好友跳跳舞,唱唱歌,聊聊天 可是时间久了才发现 退休之后时间太宽裕 自己就会胡思乱想 难免情绪不佳,心态不好 而影响到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的健康状态 这时候,一些退休女人就想找工作 无非就是为了发挥余热 更想证明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 不期望工资太高 不期望工作难度太高 只是觉得有事做 有目标 有信念的生活 才更能让自己抒发情感 才不会与社会脱轨 当然,也有一些退休女人 由于子女的经济条件太差 或者自己的退休金太少 只是需要再找一份工作来补贴家用 帮衬孩子 为自己积攒一些养老金 总之,50岁的年龄正当花一样的岁月 不老还年轻 有能力发挥自己的余热 也可以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的自律充实 缓解自己的郁闷 增加一点经济收入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 只要身体允许 只要自己不是那么为难 总会有很多适合自己的工作 那么怎样的工作 才适合这样的群体呢 以下五种工作 就很适合已经退休的女人 如今生活里 很多退休老人愿意做自媒体 因为不必跟谁打交道 自己又喜欢 还能够有经济收益 既让自己沉浸在自己的兴趣爱好里 还能够做到被别人认可 又能够有一定的收入 还有成就感 56岁的吴姐和老伴都退休了 两个人一起配合做自媒体 吴姐喜欢写 老伴喜欢拍摄视频 很多时候 吴姐写了中老年人退休之后的故事 老伴用视频给诠释出来 有时候吴姐和老伴一起出游 也会拍摄一些风景视频 以及对旅游的感悟和心得 他们做自媒体很用心 也很上演 慢慢地就有了收益 有时出了大爆款时 两个人还会相约出去吃一顿大餐 庆贺一番 如今 吴姐和老伴能够稳定地做到日更 收益赶上吴姐的退休金了 其实 做自媒体不仅丰富了退休生活 还能够促进夫妻交流 增进老年时期的感情 更为晚年生活 做好了调剂和准备 二 做手工不离家也能赚钱 如今空巢和独居老人居多 很多老人的子女都远在外地 所以平时很孤独 总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对于女人来说 手工活是最拿手最专业的 但是你可知道 手工活也是很能赚钱的 我认识的一位退休女性 如今62岁了 看上去阳光优雅且幸福快乐 大家都叫她花姐 因为她的手工花做得特别好 据花姐说 她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的兴趣爱好 可以发展得如此好 甚至赚的钱 要比自己的退休金还高 在做手工花的过程中 她既让自己沉浸在兴趣爱好里 还得到了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更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每次成功地完成一盆手工花 看着自己的成果 内心激动且兴奋 62岁的花姐和自己的老伴 都是退休老人 老伴负责洗衣做饭做家务 花姐负责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而且老伴会在一旁提出意见 取出花姐做出的手工花 得到同事和好友的赞扬 甚至每次亲朋好友们 有乔迁之喜 都想要花姐的一盆手工花 作为点缀 就这样 有更多的人得知 从而一些人 就会通过熟人找到花姐 然后按照别人的要求 花姐会做很多花 别人也会给花姐钱 最后花姐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自己手工花的过程 全程拍为视频 并且多买一些材料 从此视频加材料 卖给更多的人 甚至把自己的成品 挂在网上售卖 果然回购率也不错 通过网络 花姐还把全国各地 喜欢手工花的姐妹们 组织在一个群里 大家可以和她学习 并给一定的学习费用 也可以通过批发价 从花姐这里买材料 就这样 花姐还参加了很多 手工丝网花竞赛 每次都能遇到更多的优秀者 她觉得 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 而且满足快乐 有时候想休息了 花姐和老伴或者和女儿 一起去三亚旅游 或者外出家庭聚餐 不仅用自己赚的钱 为女儿买了一套房 还有更多的存款 更何况 每天看到自己的成果 心里的开心和愉悦 更是让花姐的脸上 洋溢着自信 而又灿烂的表情 所以 通过自己的业余爱好 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还可以你自己 争取更多的金钱 看到自己的手工成品 还有老伴的陪伴和赞赏 这样的老年生活 是很多人想拥有的 因此 如果自己会手工 可以像花姐一样 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也可以增加收益 更可以丰富生活 不需要多么成功 只需要按自己的心愿和爱好 三 帮别人看店 也可以去帮别人看店 不论是卖服装 还是各种小食品店 只要自己身体可以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全天看店 这个工资高些 一种是半天看店 这个工资相对少些 若不是因为挣钱出来工作 可以选择半天的看店工作 既打发了时间 还挣点零花钱 若需要多挣些钱 那就选择全天的看店 只是全天看店需要体力 根据自身身体条件选择 千万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就好 如今单身老人居住的多 很多老人需要找个每天帮忙做饭 收拾房间的终点工 两个小时的活 一次可以有三十到五十块的工钱 身体好的可以多做几家 这样一个月下来 其实也能够挣到不少的零花钱 52岁的赵姐退休后 在社区群里发消息 咨询有人需要终点工吗 谁知她每天的活忙得不亦乐乎 如今赵姐还找了两个帮手 他们一起帮别人家做终点工 也顺便把家政的活给做了 在好几个社区口碑不错 逢年过节的时候 她的订单特别多 有时候还能收到红包 如今好多单身老人独自居住 内心非常孤独寂寞 他们需求有人能够陪聊就好了 如今赵姐也多了一项 既可以做家务活 还可以陪聊一会儿的项目 就这项终点工的活 特别受到单身老人的光顾 订单总是排得满满的 周末都不能休息 做这类活需要的认真 善良 朴实 再懂得一些老年人的内心需求的知识 以便更好地跟老人交流 陪伴老人闲聊 让老人心里高兴快乐 五 社区保洁 社区保洁这份工作也是不错的选择 李大杰最初退休的时候 去物业交物业费 顺嘴问了句 咱们这里还需要保洁吗 物业经理说 你退休了 我们物业正确保洁呢 就这样 李大姐做了一年多的社区保洁工作 其实这份活还可以 只要身体好就可以 做社区保洁 既可以挣到一份工资 还能够在做保洁时 捡一些废品卖 一个月下来也收获不少 其实退休女性 还是有很多适合的工作 只要放下手段 放下执念 不要在乎面子什么的 有很多适合做的事情 退休女性在找工作 大多数是发挥余热 而不一定是非要挣大钱 只是打发时间 让自己的余生过得有意义 过得充实 过得有温度 若有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么就放开手脚 大胆地去做吧 别在乎别人的眼光 在乎别人的讥讽 做到我愿意就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